欢迎来到这个装修管理的过程 讲到工程合同 开始上火 讲到这个工程合同 以大型工程来说 会有多少种合同 可以有国际合同 讲到工程合同 例如做到很大 例如建水坝、隧道、大酒店 如果香港就这样 本地就应识的 如果比较小型 一千万以下 可能会有装修合同 那国际合同 我们是用Fedic 过来就是1996年 加入Fedic 这个组织 1913年已经成立了 那种合同 有EDC、DBT、BB 这些都是设计和建设 有一个BOT 就比较不同 这个BOT 可能大家也认识 BOT Operate and Transfer 这个合同 这个意思是 例如我有一间酒店 我帮你设计起了 然后我帮你经营一段时间 比如十年这样 经营之后 就整间酒店给你 那国内以前 就是酒店 会有用到这样的形式 这个BOT合同 就是整间酒店赚回来的 给对方经营十年左右 这间酒店 那香港的工程合同 在插制由JGT 英国JGT 合同Joint Contract TriVero World合同 都已经变出来 那它应该1930年有 那香港原用的 英国合同 它引用过来 有分四种 它大概十年左右 就会改一版的 那现在用着2005年的版本 它有分四种合同 主要就是 With Quantity With Quantity 有造量的 和没有造量的 和LOMSAP NSC 指定成建商 指定供应商 是指定供应商 就是四种合同 那为什么有With Quantity 和With Quantity With Quantity的好处就是 就是 这个数量有了 譬如多少方尺 多少平方 多少立方 都计算好 那你照那些数量下价 那不会有各个Tender 就计算了不同的价钱 它不会有很多人有多人有少 如果With Quantity 就变成了 那些人就自己 计算的数量出来 可能有些人会愈大 有些人会愈少 那变成了可能 可能 可能就特别有些 怕着计算少了 那就预多一点 那变成反而 那些标价就会高一点 所以其实With Quantity 就好一点 就公平一点 如果计算数 就可以加回 侯家 有QC帮 在那边帮忙 那样 With Quantity 就好一点 但装饰一般都可以 With Quantity 那这个装饰棚 这个装饰棚 其实它都是工程的棚的简化板 就是它主要认为 它就是可以是客户和装修公司 直接签的 可以不需要有职司的 那它实际上是 那它有中文 比较几百万 这些都会用到这个装修工程合同 那香港的工程合同 就是主要是建筑和装修工程合同 有这个职司会 和这个装修工程合同 和这个装修工程合同 和这个建筑经理会 和建筑经理会 三个学会 都联合一起去出版的 那我们说到现在的装修工程合同 那我们说到现在的装修工程合同 包括装修工程合同 大家可以看到 有整个装修工程合同 装修工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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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一个格式每个人 处理名字 就是用的格式来的 那后来这些 是计算招计平行 计算招计平行 计算招计平行 就是装修工程合同 那这些分别是 这些就是徐尔和招计平行 会再签一次的 这类的 或者类的会计会 那些那些方案 再重新再强调一次 再签一次 再签三張策略 這個就是策略3T bond 它再重新寫一次 這樣這樣這樣的 下面簽紙有一個工證人 這個策略3T bond 押金的那個補銜 工證補銜 通常要賠10個 重新又有10個策略再填一填 因為這個合同沒有很多東西 其實它主要來說是分成六大種類 Ossession, Acquisition, Instruction, Insurance, Certificate, Determination, Resolution of Disappear 下面我們會逐項 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些主要都是一些工程上的 合同裡面有講及的 我剛才講這個Possession Commission, 開工員工 或者僱主的義務 或者我們只需要簡單這樣講 因為時間都不會讓我們用得這麼詳細的 那譬如我們一開工 譬如我們一開工 譬如有那些結束公司 將他整件判了給人 或者那個業主又換人 或者即使又換 那其實我們要取得對方不容易 就是可以開工 這些東西都變成這樣 即是他們合同的聲明 主體員什麼叫做? 主體員工 要主要為生涯工 工程運動表 建築士是這個合同執行者 現在有時候就不會是建築士 而是P.M. 或是Project Manager 合同執行者 過往一般都是即使做的 但是現在越來越工程越大 越複雜 可能會有些P.M. 會負責做整個合同執行 這個承包商需要 負責工程的設計圖子 那指令的變更 不知道有沒有建築士 就是這輛出這個AI 才會出現 即是有變更 你出張正式 出張order variation order 那如果有縮賠 應該要及時間 不知多少時間 就要處理那個縮賠的CAM 還有CAM的報告要30天之內 主要接著 那就是variation 就是variation 就是有QS認證 這個要計一個變更的估值 那就是certificate 和支付 那兩單 通常一個月出一次 出了兩單之後 那業主要量 在兩星期內 就要支付出兩單 然後再一次 那裏 那裏是補銜 補銜 補銜即是押金的補銜 補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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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维持实际功效14顶的保险、工程险 工程险内容包括很多东西 通常有承建商 业主有时有些保险区有些搭棚、高空那些问题的方法 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 如果想不做 比如承销商想不做 就会想解除合同 比如业主不易舍负款 或者有不可抗力 停高超过三个月或者承销商破产 如果是想业主想解除合同 就要通常就是承建商在14天之内 就没有依止事地把那些创工程或者那些劣质工程去修改 去14天之内就有解除合同 或者他可以7天之后就找另外一个人做 但业主解除合同 看师傅的标价而已 比如第一标和第二标相差很远 就会很难解除合同 如果相差很少 解除合同 因为第一标和第二标相差少少 业主找第二标的那个来做 就不用亏很多 如果第一标和第二标相差很多 那么业主通常都不会解除合同 好了 增短和解决 中间解决通常都是arbitration 那通常这些文件就是增短 或者KIM-O-D 缺陷责任 KIM有各种的问题 根据香港法律有arbitration法律 follow香港法律 其实这个合同呢 其实这个合同呢 其实这个相当多 但是他后面这个合同 股票后的一个比较fantasy fantasy主要把那些最重要的时间 那些内容那些 就是总结了标明 那在招标的时候呢 已经要说明了 这个就是比较是合同的 最重要的部分 要说明的几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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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量 这个divisibility是多久 这个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两头表就要练出来的 或者说 简单说说 time submission of mass program 比如你记得一个月头 两个星期就要出那个 mass program 准度表呢 divisibility是多久 准度过多呢 那你买保险就要覆盖多少 譬如有千万的 二千万的 五千万的 就是五千万的 那就是要覆盖的 額的多少 买多少 那工程的表面有多少 professional fee professional fee 即是如果你出得事 又要重新 又要职司入职 那些计算数 那些职司 那些赔回他多少 保险要赔多少 即是什么时候交地盘 什么时候开工 什么时候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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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员工 即是 延期延期 那个赔偿几多 每天通常每天多少万 多少十万 这样 intrance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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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一次量单 通常一个月 那么 period payment 通常要多久 如果量单 即是出了量单 之后 我业主要多久 即是给钱 通常两个礼拜 可以迟过这个时间 intention 就是 每张量单 也扣多少钱 通常扣十万 intention imit for retention presentation imit to多少 最多 不可以扣多个十万 period completion 通常的final account 由 subsidential completion 即是 基本员工之后 最终的final account 要多久 通常一年 寫明的人 拖得太迟 final account 通常的surity point 是10% 即是 保险 就是 工料 变更 的价钱 是多少 预充多少 percent 给你 工料变更 影响我的观察心 也不太多 简单说了 工程合同的内容 多谢各位收看 老婆 二 二 好